一外国人来中国,给中国改了个名字,从此误导世界几百年印度,中国被外人尊称为礼仪之邦,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发祥地。 上千年的积累,汇聚成了如今璀璨的文明封建统治阶段。 中原王朝一直都是周边小国尽相膜拜的对象随朝时期众多使臣来访,甚至有的国王亲自上阵热闹非凡。 这种影响力,是世界各国无法相比的。 中国封建社会王朝众多对于很多遥远的国度来说如何称呼中国是一个难题,唐朝时期的影响力最大。 现在很多国外华侨聚集的地方依旧被称作唐人间后来去丹切断宋朝,与国外的联系。 很多人因此称呼中国为弃呆任何一个称呼,都有其来历。 中国自然也是如此,起初中国这个名字是用来称呼中原地区的势力。 例如说,春秋时期中国,就被其他诸侯国叫做中国这里的中国范围非常小。 仅仅是各据一方的诸侯国,直到19世纪中国才成了我们的代称,中国向来具有包容胸怀,给予周边很多邻国无私帮助。 这些邻国对于中原地区的朝代,刚替非常了解,因此同我们一样也用朝代来称呼。 但是很多偏远的地区,却不一样。 例如异度远离中国政权中心。 不过双方之间却有和密切的联系异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并没有受到中国的辐射。 反而是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深远很多印,杜之明高僧都曾不远万里。 来到东方传教他们对中华文化非常了解,自然在称呼方面也不是一个问题。 古异度多使用梵文进行沟通,与我们所用的文字截然不同中国被称为之那。 在很多人印象中之那,是一个带有无辱性质的词汇,日军侵华期间,就曾这样称呼过我们。 说起来也与古异度有关后来专家考证佛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类似之那,的词汇梵文当中的读音大致为, 陈尼著名佛学大师玄奘大师,曾在著作当中,记录下了,他前往印度求经时的经历。 在与印度戒日王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戒日王,知道玄奘是来自东方的虔诚信徒,就问他是不是来自摩赫至那国翻译,过来,就是伟大的国度玄奘大师回答说, 支那正是前任王朝的国号如今已经更名,卫大唐,这是能找到的最有说服力的案例。 后来很多人将支那这个词汇翻译成词为其实是不准确的。 作为佛教文化的发源地印度佛经,是最具说服力的典籍,除了佛经当中出现了支那, 词汇还在印度最著名的长篇史诗《罗摩尔纳》当中出现不过年代久远。 史诗当中所描述的具体年代,已经无从得知了,因此并不能作为最直接的证据来说明支那的具体意思。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英文名字是Chinney其中的由来,就是Chinney这个词汇除了支那这个词汇之外, 还有很多正式的翻译词汇,例如一些诗经当中出现了震诞,来代指中国震诞语词,同样出自印度泛文翻译,过来就是光明的意思。 可见在印度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充满未来,国力强盛的大国。 1902年外国人出资在上海建成震诞大学,取名时参考的就是这个词汇。 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用宽广的胸怀迎接世界,很多西亚国家的商队和使团来往不绝。 这个阶段,正是唐朝发展最鼎盛的时期。 大唐的繁华复述和包容心态,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敬佩这些人长途跋涉,怀着敬仰之心不远万里。 前来将这些建文,带回了伊斯兰地区,因此这里的人多用堂,来代称中国除了印度这个国家之外。 北面的邻国俄罗斯对中国的称呼,也曾与今天不同。 当时契丹崛起占据北方大偏领土歧视力范围,远达俄罗斯和欧洲东部。 在外人眼中,契丹就代表了整个中原王朝,毕竟当时信息必色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所难免。 关于中国被世界称为契丹,还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国外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 元朝时期,他曾到访中国把自己的建文写成了著名的邮寄。 回去之后却兴奋地诉说着契丹,是如何复数间接地说明契丹的知名度,超过了元朝契丹。 就这样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在俄语和希腊语当中中国整片区域都被称之为契丹。 可能当时在欧洲东部契丹的存在感更强,在一个王朝战拒绝对统治权时根本就不会有这种宣宾夺主的情形发生。 例如汉唐十七万国人对中国人的称呼,就是汉人和唐人截至目前为止。 世界上仍有数十个国家,称呼中国为契丹这些都是马可波罗留下的后遗症。 还有许多欧洲人对于产自中国的瓷器印象深刻,就用Synet一直称呼中国, 不过用一个小小的契丹就代表了整个华夏民族实在不合理。